M1車車很簡單 我毛跟頓都用最強的 M1車車用的車身鋼板 它用的是 衰變釉的均質冷嘎鋼板 因為我們是衰變釉 大家都知道釉的 235 238可以拿來做核子彈 做荷蘭料發電機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 釉如果透過衰變器 剩下的釉元素 對於鋼板來講 是一個很可怕的強化因素 它會比一般的鋼板 強50%到80% 這麼強啊 所以同樣的鋼板厚度 我的強度會更好 那你為了這個東西要怎麼辦 很簡單 它們也就發展出 這種奇形怪狀的砲彈 這種砲彈的名字 非常非常的長 它叫APFSDS 這麼長 對 英文名字更長 Armor Pursing Fin Stabilized Discarding Sable 翻譯成中文 就是一吻脫殼穿甲彈 我告訴你 你看這麼大一顆對不對 它真正的砲彈 只有這一顆心 真的喔 其他都不是 它後面的這一環 白色的這一環 跟前面的這一環 它只是幫這個心 固定在砲管 打出去的時候 不會散掉 後面這一節是砲糖發射 而且這個東西有個好處 因為它只有這一節 在砲管裡面摩擦 所以它在砲糖的歷史上面 可以講 我們講砲歷史 砲糖歷史上面 它磨損更少 打更少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的射程更大更穩 然後呢 以M1A2 跟它現在所配的這個 M829A4的這個APFSDS 它的穿透力達到1620公里 什麼意思 16公分 對 對 穿透 美國的這幾十年歷史裡面 M1A2被打壞掉幾千輛 然後呢 現場打壞之後 現場人羞就糾貨 不能打壞之後 就載回去 每個次宣布 幾千輛M1戰車被打壞 可是你知道嗎 M1戰車的戰車成員 死亡人數不超過300 所以它其實 它安全性很高的 安全性很高 而且我們剛剛講 它跟994來比 通過大陸的軍事名 它那些最喜歡講的 我們994軍事鋼板600多厘米 再加外刷房子鋼板400多厘米 對啦 就算你說的是真的 我們不討論真假 我讓你好真 你講的是真的 對不起 你加起來也剛好破千而已 我剛剛講的這個1620 所以 這真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現在M1A2 如果說要跟中共的 這個994的坦克來比的話 那M1A2是完勝了 我們這樣講好了 基本上994 認真是COPI 出了一個T-80 一個相關型號機改良的 不管是舊款的T-55 或者是新款的T-72 T-80 都跟M1A2有實戰過 然後M1A2有一個超級可怕的戰機 一般的戰車 戰車砲能夠打進戰車裡面 就很了不起了 M1A2曾經把一台戰車 打到對頭鬼 還打壞隔壁的履帶 這真的太強了吧 對 所以你現在 如果我們已經有了 全世界最強的 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而且是最新的Eco型 然後我們現在 再有最新最強的 主力戰車 就100多輛 我們就對我們的 戰力提升來講 那不是一桿兩桿而已 那是一大截的 一這樣子坐電梯 往上升一截的 越升一大截 那中共的994坦克的話 它到底是最強在哪裡 應該來講 以中國大陸目前所 採銷的各種坦克機 它所有的最強的東西 全部砸在994身上 所以也是他們最強的坦克 對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 五個基本要件 機動性火力 殘存率 然後人員存活力那邊 前面三項來講 或許還可以尬一下 對不起 後面兩項 你真的尬不住 真的沒得尬 而且再講 火力來講 你就算怎麼防好了 你就算能夠防 不要忘記了 我們這次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我們還要買標槍飛彈 標槍飛彈是略頂攻擊 我戰車直接從側面打 打不穿 從正面打打不穿 我從車頂或者從底下打 一定穿 對不對 那你好啦 你戰車可能打完了 我還有飛彈 所以我們的提升 那真的是 一大步的提升 所以真的越升了一大步